各位弟兄姐妹,在场以及线上的敬拜者,平安。 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当你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奉耶稣基督的名,想到什么呢? 可能你想到的就是祷告。 每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怎么结束呢? 我们就说奉耶稣基督的名。 所以今天的讲到,今天的经课是跟祷告有关系。 经文的第一节就说,生出祷告的时候,彼得和约翰他们就上圣殿去了。 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生出来是且腿的, 他天天被人抗去,抬去那里,放在店的一个门口, 那个门口叫做美门。 使徒彼得,他就为这个人做了什么呢? 他就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叫他起来,行走。 那个人就得了医治,就起来,就可以走,就可以跳,就可以来赞美上帝。 彼得他是依靠耶稣基督,他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才能医治这个人,才能行这样的神迹。 这就让我们知道,祷告是要信靠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是要信靠耶稣基督的名。 弟兄姐妹,一个人的名,一个人的名字很重要。 在圣经中,一个人的名代表他的身份,代表他的权利。 今天也是这样。 那些身为父母亲的家长的,我们的孩子考试的时候, 我们需要在他们的成绩册或考卷上来签名。 可以让孩子自己签吗? 可以随便让其他的人来签吗? 以前我小的时候,考得不好的时候, 我很希望自己能够来签名,叫我的哥哥来签名。 但是不可以,随签名很重要。 父母亲签名代表我们有这样的身份, 有这样的权利,有这样的责任, 来抗顾这孩子的学业。 别人不能够随便替我们来签。 今天在世界当中, 谁的名字,谁的签名, 最有权利的呢? 可能你们可以想到一些的明星, 一些的明星,他们签名, 哇,好多人要排队, 要让他们来签名。 或者一些公司, 他们打广告的时候, 他们要付一大笔钱, 要这些的明星来支持他们的品牌, 支持他们的产品。 可能最有权威的一些的名字或签名, 就是执政掌权者的签名,对吗? 我们每天所用的这些的钞票, 我们知道上面是有一个人签名的, 是谁呢? 是总理吗? 总统? 要猜吗? 我们可以现在开来看, 之后可以奉献了。 开玩笑。 但是呢, 这里说Chairman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就是谁呢? 就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的主席, 如果他没有签名的话呢, 就不能够用这些的钞票。 一些的国家, 一个国家的当中, 可能是总统或总理, 富有最大的权利, 他必须签名很多的政策, 才能够进行。 可能世界上最有权利的名字, 就是现在在屏幕上的。 有没有猜是谁的名字吗? 有没有听到一些人回应了? 是一个左边的,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 他的签名。 右边的呢? 大家都知道, 习近平, 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 习近平他的签名, 都是最有权利的。 所以名就代表一个人的身份, 一个人的权利。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彼得他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 来医治这个人, 来行神迹。 拿撒勒人耶稣的名, 是怎么样的名字呢? 一方面, 这名提醒我们耶稣他是人, 他是以色列的拿撒勒的村庄的一个人, 在那里长大。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知道这个名, 其实是世上最伟大的名。 因为这个拿撒勒人耶稣, 就是基督, 就是弥赛亚, 就是拯救全世界的这位救主。 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救主的名, 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 耶稣基督的名, 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也就是复活之主的名。 圣经也说, 耶稣基督得到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这是菲利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所说的。 耶稣他受死复活以后, 他得到这样的名。 我们能够一起来读吗? 上帝将他升为之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上帝。 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的名不是普通的名, 耶稣基督的名超越世上最有权力的总统。 耶稣基督的名是最重要、最伟大的名, 最大能的名。 所以, 我们都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的。 祷告的应运完全是靠着耶稣的大能、 祂的恩典。 而且, 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特别学习, 当我们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 上帝祂会赐给我们, 我们最需要的。 不知道当中的弟兄姐妹你今天带着怎么样的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你相信吗? 奉耶稣的名祷告, 上帝会赐给你你最需要的。 不是, 不一定是你所要的, 不一定是你所讨的, 但是, 肯定是你最需要的。 上帝会按着祂的智慧来赐给你你最需要的。 所以, 祷告的时候, 我们不单是来依靠上帝的大能, 我们也是要顺服上帝的美意。 上帝会赐给我们, 我们最需要的这是按照祂的美意, 这是我们必须相信的。 那接下来, 这段经文也激发我们来反思, 我们有哪一方面的需要。 我们平时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恳求什么呢? 第一方面, 我们可能要求上帝赐给我们物质的需要。 我看这里每个人都希望得到这些东西, 物质的东西。 我们都需要这些物质的东西, 可能大家也需要有多一点钱。 大家都要,对吗? 这是很自然的, 这是很实际的。 在圣经这个经文当中, 那鞋腿的人他本来要什么呢? 他要的是钱。 经文说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进殿, 他就求他们周集。 那这个人他就认为他最需要的是钱, 是物质的东西。 我们今天也是求上帝赐给我们一些这些物质的东西。 那请问弟兄姐妹, 你们今日所追求的物质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向耶税基督来求上帝赐给我们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不一定是错的。 有时我们真的需要钱, 我们需要有食物, 我们需要穿衣服, 我们需要有住宿等等。 我们需要来照顾我们的孩子, 我们需要来照顾我们的家庭, 我们有方方面面的物质的需要。 但是有时, 我们要得到更多钱, 可能是因为我们贪心。 有一首歌, 不懂你们有听过, 可能你们比我听过更多遍哦, 那是我五十八百。 如果我有一百万, 有听过吗? 我们人, 我们是很容易贪心的。 我们真的有需要, 还是我们贪心? 只有我们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 弟兄姐妹, 上帝爱我, 上帝爱你, 上帝爱我们每一位, 上帝他天天照顾我们, 供应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 但是, 有时候上帝不给我们这些东西, 我们也要相信他有更好的旨意。 可能也是因为他知道我们贪心, 可能这也是我们必须学习的。 功课。 就像这里的经文当中的这个人, 可能他也要学习一样的功课。 他讨钱, 他有没有得到钱呢? 没有, 没有得到。 彼得说, 其实金、银, 我都没有, 问错了人。 所以不要向牧师讨钱了, 是吗? 他没有, 这个人没有得到钱, 但是他所得到的, 其实是钱买不到的东西, 对吗? 他所得到的是比钱更好的东西。 我们从这里也学习一样的宝贵的祷告的原则, 就是每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 上帝他给我们三种的答案, 就像交通灯或红绿灯, 可能你们有听过类似的这样的有关祷告的比喻。 上帝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 他似乎是以这样的三种的方式, 像交通灯一样来回应。 红色代表什么呢? 红色代表上帝说不或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他有更好的计划, 更好的职业。 黄色指的是什么呢? 有时候上帝不是说不, 他是说等, 等, 因为上帝有更好的时间。 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有提醒我们这一点, 多多祷告, 那是等候上帝他最美好的时间。 可能你们也有经历过, 现在上帝没有应运你的祷告之后, 在适当的时候, 最适当的时候, 你回想, 你才发现上帝真的有应运, 有恢复你的祷告, 只是他暂时跟我们跟你说等。 绿色指的是什么? 就是好, 可以, 代表说我们所恳求的 合乎上帝最美好的心意。 所以弟兄姐妹, 你们今天求什么物质的东西呢? 当我们得到的时候, 让我们懂得感谢上帝, 但是若我们没有得到, 我们还是要信靠上帝, 相信他有更好的时间, 更好的职业。 第二方面,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 我们也是可以为这身体的需要, 我们的physical needs, 身体的需要, 肉体的需要, 来祷告。 我们求上帝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 我现在, 我看我还是相当年轻了, 三十多岁, 接近四十岁, 当中好多弟兄姐妹都是我的长辈们, 你们比我更明白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跟我的公公婆婆一起住, 有时候他们这样来跟我说, 早上起来的时候, 他们就这样说, 哎呀, 我整身苦痛, 我整身痛啊, 整身痛这样的意思, 哇, 可能我到现在没有完全经历过, 整身痛。 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经历过病痛, 现在我的父亲也是经历这样的种的病痛, 这些都是很实际的, 这些都是我们所面临的困难, 或我们亲爱的人,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所面临的, 那我们也能够将这些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 奉耶稣基督的名, 恳求上帝带来医治。 这就是使徒彼得和约翰所给这鞋腿的人, 他们金和银都没有, 但是他们却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叫这个人起来, 行走, 这个人就起来, 他的脚, 他的怀直骨, 立刻就健壮了, 他能够进入圣殿, 他能够走, 他能够跳, 他就赞美上帝。 今天上帝还是可以赐给我们这样的医治, 这样的健康, 而因为这样, 我们就要一直替在我们身旁病痛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来带祷。 我知道我们的小组, 我们的勉励会, 每一次都会为着那些遭受病痛的身体欠佳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牧者团不断地为着这些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我们自己遭受病痛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将这些的问题交托给爱我们的上帝, 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的来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你或你的亲人或你的朋友有没有这一方面的需要吗? 我们要相信, 如果上帝按照他的旨意, 他的美意, 他是能够医治我们的。 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这样的来相信。 而且当我们得医治的时候, 我们的回应应该是如何的呢? 就像这位且腿的人, 他得医治之后, 他的第一个举动是什么呢? 他就进入到圣殿, 赞美上帝。 得医治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向神祷告, 赞美祂来做见证。 其实祷告不限于恳求, 我们今天专注于恳求。 但是祷告有好多其他方面的重要的环节, 也包括赞美上帝, 包括感恩, 这些也都包括在祷告之内。 所以当我们得医治的时候, 让我们不要忘记, 这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让我们献上感恩。 但是我们也知道, 我们要顺服上帝的旨意, 怎么平衡呢? 一方面就是要有信心地来祷告, 求上帝医治。 另一方面要记得, 还是要摆上自己, 要接受上帝的免疫。 我们又回到红绿灯了。 同样的, 有时候, 那个颜色是黄色, 上帝说得。 有时候, 我们求医治的时候, 颜色是红色的。 上帝说不, 我们还是要信靠祂, 还是要顺服祂的美意, 深信祂的智慧超越我们的智慧。 这是不容易接受的, 但是我们都需要操练来接受。 而且, 这一切都让我们记得, 身体的健康来到一天, 我们一定会逝去的。 我们今天虽然健康, 今天虽然得到医治, 总有一天, 我们还是要面临死亡。 单单得到身体的健康, 这是不足的。 的确, 这不是我们最需要的。 感谢上帝祂知道我们最需要的。 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 上帝赐给我们最大的祝福, 就是救恩, 就是永生。 这就是第三方面。 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上帝赐给我们, 我们属灵的需要, 是我们最需要的, 就是永生, 就是救恩。 今天的经文里头, 鞋腿的人, 他得的医治之后, 彼得就接下来来解释, 他说这个人得医治完全是靠着耶稣的圣命。 彼得说, 为什么你们定睛看我们, 看我跟约翰, 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 凭自己的虔诚, 使这个人行走, 是因我们信耶稣的名, 耶稣的名, 便叫这个人, 你所看见的, 你所认识的, 这个人健壮的。 所以彼得说明, 是这一位耶稣, 他是圣洁公益者, 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 他让这个人得到权欲。 而且呢, 彼得的结论是什么? 是否是叫每个人, 你们现在就把你们身体上的一切的需要带给耶稣吧? 没有。 彼得的结论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三章十九节, 就是今天经课的最后一节。 所以, 你们当悔改归正, 你们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 这样那安苏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这就是结论了。 就是说上帝让这些神迹发生, 我们最终是要指向那是最要紧的。 就是要针对我们人的属灵的需要, 叫我们认罪悔改, 叫我们信靠耶稣来领受更大的神迹, 靠着这位圣洁公益者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 而得到的这样的神迹就是耶稣所带给我们的救赎。 所以物质和身体的需要不是最关键的, 而且都是要提醒我们, 我们应该多关注我们属灵的情况, 我们属灵的需要。 彼得所有的神迹, 新月里头所有的神迹, 其实也都是要指向这位能够拯救我们灵魂的耶稣基督, 叫我们来信靠祂。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是否太关注于我们今生的需要, 我们今生的忧虑, 我们今生的一些的欲望, 直到我们忘记上帝已经赐给我们最大的恩典, 最宝贵的礼物, 来涂抹我们的罪孽, 赐给我们永生。 且腿的人在耶路撒冷的美门得医治, 今天上帝带领我们到一个更好的美门, 就是进入永生的美门。 此刻上帝是否是在提醒你, 来提醒我, 更关注我们属灵的需要呢? 或是来关注你周边人的属灵的需要, 来使更多人进入到这永生的美门。 而当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放在祷告中的一些的物质或身体的需要, 是否是因为上帝要提醒我们, 就是要更关注我们属灵的需要, 属灵的事情。 有关属灵的需要, 我们又回到那个交通灯的比喻。 我们发现其实这个交通灯不同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的灯都是绿色的。 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感谢上帝, 上帝他不愿一人沉沦, 他愿人人都得救。 关键就是我们有没有信靠耶稣基督。 当我们诚心愿意在心里面相信, 口里承认耶稣是主的话呢? 靠着耶稣基督,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份的救恩。 所以让我演讲到一个儿童的歌, 《靠着耶稣圣灵》, 我们有听过吗? 靠着耶稣圣灵, 靠着耶稣圣灵, 我们必然得胜。 是的, 为什么说我们必然得胜? 我们看到我们在世界里面还是面对失败, 还是面对疾病, 各样的困难。 因为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救赎。 这个红绿灯, 其实都是绿色的。 而且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 就这样的来强调, 这样的真理。 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读吗? 上帝的应许, 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 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 叫上帝因我们得荣耀。 的确地借着耶稣基督,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救恩, 是是的, 都是实在的。 在耶稣基督里, 所有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救恩, 永生的福气, 都是实在的。 实在, 在原文是什么呢? 是阿们。 所以每次当我们祷告完, 我们说阿们。 我们知道阿们的意思是什么吗? 阿们其实是一个希伯来字, 也出现在希腊文, 所以旧约也有, 新约也有。 阿们的意思就是实实在在, 丹愿如此, 其实有双重的意义。 一方面, 当我们说阿们, 我们宣告, 实在的, 上帝的旨意必定成全。 第二方面, 我们也宣告, 我同意, 我愿意, 祈愿上帝的旨意, 真的成全。 所以每当我们说阿们的时候, 就带着这双重的意义, 应该具有这样的心意, 一方面是肯定, 相信上帝的美意, 会成全。 另一方面, 也是在宣告, 是一种信心的宣告, 来同意, 来说, 我同意, 我愿意, 让上帝的旨意成全。 我愿意顺服, 知道上帝的旨意, 是最美好的。 而因为这样, 其实, 在复健话当中, 我们是怎么说阿们呢? 心正所管, 心正所愿, 或诚心所愿, 就是要强调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 这正是我们心所愿意的。 不论我们在世界, 在生活当中, 我们经过多少的苦难, 我们还是有一百八千的指望, 靠着耶稣的圣明, 我们能够得到永生。 我们也应该努力地来传福音, 来让周边的人知道, 来认识这位复活之主, 靠着祂的圣明, 也得着这永生的套望。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能够以更坚固的信心, 来说阿们。 接下来, 我们就借着一首我们熟悉的圣诗, 耶稣恩友, 来将我们种种的需要, 都借着祷告, 带到上帝的面前, 并相信主的美好的旨意, 必定成全在我们的当中。 耶稣神像帝的圣诗 Oooh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 对付我最赞我游。 我等着你能将皇室 带到主恩做监救 多少平安的愿失去 多少痛苦白白说 借应我们为将安施 带到主恩做监救 我与失恋我与英勇 我又烦恼呀心动 借我为心借我上当 来到主恩做监救 何处得始终心荒庸 分担一切苦已有 耶稣升至我们乱过 是的我们让我们都来到主恩做监救 臣病来向他祷告 十分万不担心荒庸 大雨中的监救 十分万不担心荒庸 十分万不担心荒庸 国估 converge 我们同心祷告 是的,主耶稣基督感谢祢 祢是我们的恩友,祢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能够来到祢恩典的座前 来将我们的一切的需要都带到祢的面前 祢最知道我们所需要的,祢不断看顾我们 祢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永生的庞王 我们现在特别围着所有有需要的人 有经济上的困难、病痛的人来祷告 也将我们自己的需要都带到主前 求祢,主祢按着祢的美意来照顾,来帮助,来医治我们 更是坚固我们的信心 知道我们有永不动摇的永生的盼望 我们如此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 我们一起说,阿们